恭喜你加入我们的联盟行销伙伴 我们来看一下 网站的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联盟行销的后台 你点进去之后 必须登录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就会看到联盟伙伴的页面 一般如果你是光是购买商品 但是你不一定会成为联盟行销伙伴 我们是有提供给AI部落格 购买AI部落格这项商品的人 才会有联盟行销伙伴的资格 那你登录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联盟行销伙伴网址 统计图表、推广引键、访问次数、代码、设定、logout、登出等等 我们现在先讲代码的部分 因为你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卖商品 所以我们要讲怎么样卖商品 在代码这个地方把它点开 然后你会看到你目前可以卖的商品 我们已经帮你做好这个图示 这边就有一个标准语法 像这一串语法就是指上面这一个图片 然后下面这个语法就指这个图片 像这个正方形图片 它就比较适合放在右边的侧边栏 上面这个图片就比较适合放在文章的文章区块 但是如果这边代码的部分没有其他商品的话 你其他商品还是可以卖 就是说只要在这个www.infobox.com.tw 这个网站底下的商品 它都可以套用这个联盟行销的功能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访客点击了你自己专属的连结 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产生专属连结 那他们进来购买完毕之后 只要是来到这一个网站 看好www.infobox.com.tw 这个网站你就可以获得奖金 那这边的代码功能只是我先帮你做出来 让你可以不用自己去做图片 我们先直接做出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语法提供给你 你又把它安装在你自己的网站里面就可以了 我是把它插在我自己的部落格里面 我们刚刚是放在每一段文章的第一段后面 我先随便点一篇文章 然后你看在这里这是第一段在第一段的后面 那这是之前的之前我是放在文章的最后面 然后内容的最后面再随便点一篇部落格文章 你看这样就直接插进来 这个是有动画的GIF档 然后之前插的是单纯图片 它是没有没有那个动画 我这个是GIF动画GIF档 好就这样很简单 然后侧边栏也是 假设我们再示范一下 假设侧边栏 把它复制起来 我们再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 往下 我在这里 广告版2 这样就新增出来了 这个会动 之前这个字不会动的 然后我们来注意一下 我之前这个连结 你看我的左下角 我看一下我的左下角的网址 跟你刚刚插进去的这个图片的连结 你看左下角 左下角的网址 是不是这个图片连结到后面多了一个 温豪APP等于LIU FUNYU 这个字是我自己的ID 所以访客如果点击了这一个 这个刘芳玉LIU FUNYU 这一个人 他就会得到佣金 不是点击就得到佣金 是点击之后购买成交才会得到佣金 好了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我先我先开一个无纹视窗 无纹视窗模拟一下完全陌生的访客 浏览器里面没有任何记录的 然后我先随便点一篇文章 然后看到广告之后 诶怎么没有出现 我们刚刚少做一个动作 因为网页会有Cache 就是快取让你的网站跑得更快 那这个快取在你新增资料的时候 他不会马上出现 因为他还留着之前快取的记录 我们记得到后台这边 上面这个菱形的地方 按一下清除全部快取 把快取清掉之后 那访客他看到网页就会是最新的资讯 那为什么刚刚我看得到 是因为我是管理员登录状态 所以在管理员的状态下 他是没有快取功能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回到这边来 重新整理一下 他快取已经清掉了 好跑出来了 OK所以记得你是管理员 你在做完网页的任何变更的时候 你先到这个无纹视窗里面来 模拟一下完全陌生访客第一次来你的网站的状态 如果你看到跟你管理员自己看到的不一样 记得去清除一下你的快取记录 好现在我们模拟一下 一个访客来购买 他点了这个广告 然后他把他带到这个网页去购买 你看一下这个网页 他是不是后面就有带你的ID 然后他点一下优惠方案说明 他去看完这个网站 然后他确定要买了 好按买立即报名 其实啊 上面这边已经没有你的那个ID了 但是无所谓没关系 因为他只要登录过这个网站 他就会把那个你的ID的记录 放在他的浏览器的cookie里面 cookie那个东西呢 我们是存在90天 也就是说这个访客啊 如果关机电脑关了 下一次再用相同浏览器去打开 90天之内这笔佣金都算是你的 这个网站都会记录 那我们设90天算蛮久了 像Amazon他只提供24小时的cookie的记录 也就是说 如果Amazon的用户看到一个商品 点击之后 当天没有购买 隔了24小时之后才购买的话呢 那其实是赚不到联盟行销奖金的 那我们提供90天 就是90天之内 这一个人再用同一个浏览器上来购买了 奖金还是你的 后台会的记录 好 那我们来买一下 这个陌生人他要来买东西了 好 那我们这个是模拟的 所以这个9800块 不一定每次都9800块 我们会一直调涨 逐步调涨 好 然后按结账 好 然后我输入一下 同意 好 信用卡付款 好 这之后会挑到蓝星金流去完成付款 好 那他已经刷卡结账完毕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回到我这个自己的刘芳玉身份里面来 再来看一下联盟行销的后台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统计这个地方 好 这边看到未付款的收益3000块 也就是说你已经赚到3000块了 但是我们公司呢还没有转账给你 好 当我们转账给你的时候呢 他是3000块跑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会显示0 那佣金比例时呢 其实我们是针对所有的商品 最少都有10% 但是你看刚刚9800这边发给3000 这其实已经超过了30% 这是因为我们为了促销这个AIブlog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发的佣金特别高 就给你3000块的佣金 然后再来看到推广引荐的地方 这一页就可以看到总计3000块 说明就是这个产品 目前你总共得到3000块的佣金收入 然后状态未支付 就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钱支付给你 如果已经支付给你的话 这边就会写已支付 然后这边是卖出去的日期 好 再来看一下访问次数 这边就可以看到你是哪一个网址被访问的 就是消费者在点了哪一个网址进来的 好 那这个推荐网址指的就是说 你的网站网址 你是把那个广告安插在什么地方 他从那个地方点击 那因为我刚刚就是放在这个网站里面 所以他就显示这个网站 假设你是把推广连结贴在脸书上的话 这边就会显示Facebook 然后转换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已经购买了 他点了你的网址 可是他如果没有购买 这边就会是XX 已经购买成功的话 付款了这边就会变成打购的状态 也是因为他有转换了 所以刚刚的这个推广引荐和统计里面 才会看到3000块 所以当你已经产生收入的时候 你会收到email的通知 那你就可以来后台看一下 你目前有多少收入 你就加入好友这边 line私讯给我们 最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联盟伙伴网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网页的连结 就是你希望把哪一个网址 贴出去给你的客户 或是你要贴到脸书 或是要贴到line 就算你没有用代码的方式 插入图片让别人去点击 也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把网址直接贴到你的群组 给别人或贴给你的朋友都可以 那你这边可以去设定一个活动名称 譬如说我这个连结 我是要贴给line的朋友 你就可以在这边输入line 打不打都可以 这只是你自己做个统计用 然后你就按这个产生推广连结 好这一串连结就是你自己的 你就可以拿去贴 你要注意你不要乱贴 你乱贴如果被检举的话 我们会删除你的联盟行销资格 所谓的乱贴就是你可能 随便加入一个脸书社团 你都不认识你就乱贴这个广告 因为这个会造成对我们公司的负面影响 所以禁止你乱贴 如果被抓到的话 我们会根据这个账号 把你删除联盟行销资格 你只能够贴在你的blog 或是email给你的粉丝 或贴在你的youtube的下方 或是分享在你的脸书贴文 或公开的粉丝专页 但是不要有强迫广告行为被检举 那如果你希望推广其他产品 不管是这个网页的任何一页 不管是任何一页 比如说这个页面好了 我复制连结网址 你就把网页的连结直接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按一下产生推广网址 他就会针对这个连结后面再带这个问号APP 然后你的ID 然后Combain Line 你就可以把这页连结复制起来 拿去贴在你想推广的地方 那有的人会问说 他如果进来之后买了别的商品算不算 一律都算 只是说买别的商品 目前就是10%的奖金收入 不管他到达哪页 只要他进来的第一页后面有带你的ID 不管他到哪页买了什么商品 只要是在这一个网站底下 你都会有佣金收入 好 以上说明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在line里面提问 谢谢